俄军27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 在中西布林尼查地区 有学寒导弹残骸坠落民居 乌克兰空军称 俄军当天凌晨共发射了10枚导弹和81架无人机 乌防空力量击落其中5枚导弹和60架无人机 乌军总参谋部27号通报说 过去24小时 乌俄双方共发生170次战斗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远程空机 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 对乌克兰多个机场的关键设施进行了集群打击 乌国家电力公司说 由于日前能源系统遭遇最严重的袭击 27号在全国实施限电措施 俄军继续向顿涅茨克地区重镇波克罗夫斯克推进 这个曾经有6万人口的交通枢纽变得冷冷清清 但仍有不少民众拒绝撤离 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承认 波克罗夫斯克前线陷入苦战 过去一周每天平均发生50次战斗 而军战人数和武器装备都享有优势 与此同时斯尔斯基表示 乌军已控制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100个居民点 近1300多平方公里土地 俘虏了近600名俄军士兵 俄方已将约3万名军人从乌克兰调往库尔斯克 不过在波克罗夫斯克 俄军不减反征 英国卫报此前援引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话报导 基辅政府希望用风暴阴影导弹 打击俄罗斯领土众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 相关讨论是在玩火 如果西方希望欧洲局势正常化 就需要做到谈判桌前 开诚布公 而不是坚持拿着泽林斯基方案 拉夫罗夫强调 如果下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 本质都是泽林斯基提出的所谓和平公式 绝对死路一条 俄罗斯不会吞了上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